常见的公布栏通常是单一大型的 可能在理办公处或者是庙城等人来人往的地方 不过如果没有经过 恐怕还是看不到到底公布的内容是什么 在左营区线下里长黄庆德 希望让社区的讯息还有真才等民生资讯 能够全面的传递出去 请人特制了50多块的迷你布告栏 在社区当中随处可见 手拿最新出炉的社区报出门 里长并不是要发送 而是要装贴在布告栏 没看错 小小的一块大约能放A4纸的透明压克力版 就是左营区新夏里的社区布告栏 不同于一般常见里办公处的大型公布栏 这里的迷你布告栏 可代表着里长黄庆德的贴心周到 我们的里面积有0.88平方公里相当大 老旧的社区也太多 所以如果我们要公布我们的社区活动 是正硬先导这些 没办法大型公布栏 没办法广泛给我们的里面积 所以我用小型的 带多个位的 我都做50几个位的 本里有50几个公布栏 所以如果要公布什么 这个社区活动 还是正硬先导 这样用的就更方便 原来是为了要将讯息全面广泛性的散播出去 而不是仅限于布告栏所在的地方 黄里长请厂商特制了50多块迷你压克力布告栏 并充分运用空间 放置在旧式公寓 或人来人往的早餐店外墙柱上 除了宣传社区活动 也提供真才启示等资料 附加备注的派出所 清洁队等服务电话 以及各类小叮咛标语 更让里面感到就更新 像我公布的大楼的 人来的人就是会看到 那大楼的他去电梯里面 他都有设 那坐电梯人就看到 人就知道 里长要办什么活动 或是有什么社会新闻 什么事情 或是像我们企父要办什么活动 要用什么 都随便 就是大家很方便知道消息 这是我们里长的贴心 那大楼里面一般都是 在地下室进出 结果都不知道 我们里面有什么讯息 那有时候他到外面去 或者是到各地区公园散步 或也许说在楼下就看到公布 我们里面今天 黄庆的里长有办什么活动 我们社区有什么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去参与 可以去参观 定期更新布告栏内容 方便里面掌握社区 想传达的重要收集 如此随处可见 让人想漏掉都难 港东新闻物质与郑景宏 采访报道